哈 台灣是個先進的海島國家 釣點的合法性一直是困擾已久的麻煩問題 近幾年台灣釣魚的風氣越來越興盛 那我想我們所有人都最需要的 就是一個好釣又乾淨的合法釣點 在這個系列 我跟RJ將帶著各自的看家本領 左邊全台灣開箱每一個合法釣點 用不同角度不同釣法 展開一場激烈的對決 那就帶上你的裝備 一起走吧 南星計畫 它其實是一項天海造陸的大型企劃 現在被用來泛指這整塊土地 那這項企劃從1980年就被提出 而時至今日過去了四十幾年 完工之日卻遙遙無期 那在這四十年間 這片土地承載了各個方向的情緒拉扯 它承載了地方與中央寄予的厚望 卻也承載了在地居民的憤怒與無奈 高雄說是台灣經濟的命根也不為過 因為重工業的飛速發展 帶動台灣的經濟起飛 舉凡煉油廠、發電廠、台船、中鋼 在高雄的領海工業區內都隱隱俱圈 但這些產業也恰恰都是重污染的石化工業 據大林浦為例 大林浦原本是在小港的一個 溫馨靠海小村落 在泛黃的老照片中 你還能看到沙灘之外有大片的椰林 海龜也會從附近的海域上岸 但是在所有的重工業都入駐之後 大林浦被陸地上891根煙囪團團包圍 它是六勤工業區400根煙囪的兩倍之多 而且在大林浦冰海的那一面 它也沒有被浪費 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男星計劃 1990年開始動工的男星計劃 他們用各種的工業污染物 包括建築用廢土 包括重工業產生的爐石、煤渣、廢輪胎 全部都倒進海中將填廢造路 卻使它為高雄創造出了新的土地 男星計劃也規劃讓遊艇產業以及倉鼠來進駐 它還被劃進了高雄的自由貿易港區 甚至有爭取建立南部國際機場的打算 一切都看似以帶動地方經濟的方向發展 那人們呢? 環保團體指出男星計劃執行至今 地下水中的深含量6年內增加了40倍 而且因為是用工業的廢棄物填海造路嘛 小港附近海域的底泥中 重金屬含量高出了200多倍 尤其是拱、錢、繩都超過了法規的限值 2014年環保局幫領海工業區有1000多位住户 他們進行這個健康風險的評估報告 發現此地的空氣污染物有122種 包含一級致癌物的本、甲醛、綠以西 縱使生活正常、飲食清淡 部分居民協議中的重金屬濃度 還是遠高於常人 高雄學子聯盟也指出 填海造路雖說是廢物利用 事實上是不是在把海洋當作垃圾掩埋場呢? 滿地的醫療廢棄物品 遭人隨意掩埋居民 火大搶箱 請問你們在這裡蓋起來 你們不知道看到嗎? 你們在這裡坐的都不知道 我們第一次人是一樣的 以前產烏魚 現在產煙蔥 大領埔如今污染家具 已不適合人居住 大部分的居民希望牽村 而他們始終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 最後我也想說 我只是個說故事的人 我只是想把這些故事傳達給你們 那並不帶有任何的主觀立場 都是用數據來說話 但同時我也是個台灣的年輕人 我重視自己的未來 我重視市場還有經濟的發展 我也是個釣魚人 我們熱愛海洋重視環保 我更是別人的兒子 我們最大的希望 就是身邊的人身體健康 對吧? 所以我相信男性計劃的這一切 並不會有答案 不然這三四十年間 也不會有這麼多的風風雨雨 我只希望所有的聲音 都能得到一樣的重視 每到選舉的時候 我們高喊飄飄等職 而遇到這些重大決定的時候 那些眉頭深鎖的母親們 那些破口大罵的爺爺 還有被抱在懷中 眼神呆滯的寶寶 他們發出的聲音 真的都被收到了嗎? 意思說太多情緒好像有點拉不回來 但其實這也是我們派白港的用意之一啦 我們會把這一切都忠實的呈現 檯面上說白港的雙主角是我跟RJ 但其實魚還有這片土地 才是這個系列的雙主角 我們只是剛好把它派起來而已 好啦走吧一起去高雄 大島KK 那我們今天來到高雄 那昨天還在新竹 RJ今天跟我說要拍白港 我們就直接殺下來高雄 累到快歪頭了 大家看我的白港頭 還在喔 熱騰騰的白港頭 今天就是要復仇嘛 今天第五期 勢必要讓RJ付出一點代價 我們今天的阻注 其實換我想 我想好了 我們今天 等一下再公布 我們先來到 小熊的釣魚店 買一下活蝦 今天要去釣男星計畫區 算是 完全沒有接收過的場域 但是我大概看了一下地形 也問了一下身邊的人 就是一個提防 OK 那我們先買活蝦 看看吧 今天的策略也有點不一樣 等一下再跟大家揭曉 我買這樣才100塊 超多的 我買這樣才100塊 那今天我們要進去的這個男星計畫 它是管制區域喔 那教大家怎麼用手機來預約 首先先Google 商港 垂調 預約 那點第一個 那往下滑 看到這個使用手冊 給它點下去 那看你是iOS還是Android 那我是iOS 我們就點上面這個iOS的網址 這個畫面之後它會叫你加入組畫面 有點快 那我們就按加入組畫面之後 APP就在左面了 OK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手機註冊 然後預約你的港口 今天大家重裝出征喔 大家在門口遇到支持我們白港訓練的觀眾 感謝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邊還比那些開放區域 管制更強 我覺得這邊的那種規劃又更好啦 就是很像國外成熟的釣魚餅 來釣魚區域 我們進去看一下 欸爸爸我想問 這邊有大魚 這邊有大魚喔 那手機是這邊嗎 最左有三個這邊有三個 這邊有三個 因為我跟基調的差不多都不一樣 拳打的 但是這邊也是裝了那個很高的欄杆啊 一定會比較安全 它是釣魚的這個 卡來卡去喔 哈哈 這邊規劃真的蠻厲害的 真的有那個釣魚平台的感覺 一般垃圾跟資源合作欸 真的在台灣哪一個地方可以看到的 而且你自己往那邊拍過去 大概是 大概十公尺就放兩個 十公尺就放兩個 我們終於進來了 這邊是南京計畫區 然後 看得出來 全部都是基調人喔 完全沒有錢打人 有九成九的基調人 大家是在一個位置定點之後 丟出去開始打SR 對啊這邊都是RJ的夥伴 所以我們今天出奇之聲 好不好我們看錢打 以不要影響到所有人為主 但是我會 開始從最前面捅到最後面的邊 換成我的火蝦 試試看 那剛好大家其實都把SR打在岸邊喔 所以大家都會幫我把魚誘到岸邊走 好機會 其實今天除了黑吉桿我也帶人的小吉 那如果站在我比較遠的場子 那我至少還可以跟上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哈哈 狂狂 我今天黑吉的站筆可能會縮小的 因為我發現我第一吉桿捷沒帶 這是我有時候拳打會用的方法 那我相信有些人也知道了 那這個方法就是 把鉛咬在鉤子上 那所有的重量就是集中在鉤子 那這個鋼尾的訊息傳導會更快 然後剛好我今天沒帶到第一吉桿捷 然後我就轉換成這樣的方式 更質感一點 然後我咬了一個 這應該是一號 一號還是二號 因為我想要先飄一點 然後我想要瘋瘋看表面的霧 那今天很感謝聖盤太吉桿的阿章 今天帶來好多鐘兒 他會協助我添一些這裡的 今天霧雨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就是現在南部一次拍兩天 今天在南新地方 今天在這個奇蹟里面 對 所以兩個都是這個管制的開放釣魚之餘 好這是我想到的 因為我們連續兩天嘛 這種安排要 一定要安排一個很即時性的 可以應用在民間的 然後一定要足夠丟臉的 雖然你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我覺得沒什麼阿 那我贏阿 我真的覺得拍一整天你的臉那麼醜 然後習近北堤就造成很低音超丟臉 就是我們要立一個臉部彩繪 我要防曬 隨便輸家亂話 阿不可以遮 明天不可以防曬 OK阿 你是不是都要選一間很激調場的工地阿 沒有阿 開放釣魚區阿 是嗎 我不知道阿 反正你那麼強阿 什麼釣板你都會 他已經用了成打了 成打了再笑 成打了再笑 一比五 這次開始 好 開始開始 我剛才不會玩的 這是整隻以防罪業的感覺 好 很高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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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線太太遠 很高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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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更改一下車定 因為這邊高度太高了 所以如果要調飄 我是沒有輔標的嘛 所以我沒有辦法助空 那要飄的話 至限在空中就很多 哇 這邊太高了 所以我們馬上更改車 我就有試一兩桿 我覺得今天釣魚不太可能 直接釣魚 那今天這邊有加持 過一顆最大的顆 這顆4D 前面剛都拔掉 喔 這個 10公分 4公分的死狗公 好 放你回家 真的是贪吃鬼 這樣被25 24.5 然後這隻就冠軍也是不錯 幫大家磨福利 還有啊 完啦 不行了 這裡真的不是前打場 再把 小技幹 這次是OFMA 接下來會新出的 魚絲 小技 那 為什麼我選小技幹呢 小技幹這種比較硬又比較短的 這種 方式 還是我愛的 真的 真的是秉持打不過就加入了精神喔 因為 魚都蠻遠的 然後我 他可以截了一個小時 這邊真的會腰痠背痛 要把整個人凹 凹住 一定要實在是要 一個等待的活動 我做不做活動 試試看喔 大哥你馬前打啊 欸 欸 你好 是是是是 欸你來這裡拍片喔 我想說 整個堤防都沒看到有人全打 這邊啊 這邊 有你今天有叫什麼 魚乾 大嗎 好 試試看喔 你要不要有沒有 要不要 我有 有喔 龍虎 馬上就有了 對啊 換來肉粽區 馬上粽之 超小龍虎 超小龍虎 超小龍虎班 秒接走 不錯了這樣就沒有打灰了 兩隻一隻龍虎班 一隻石狗公 對 好 換回去吧 欸 可以拍了 拉走了 又小的 可以拍了 拉走了 又小的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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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這種命的 好 注意啦 這個是我的好夥伴 他跟 石狗公一樣都是我的好夥伴 阿 放手囉 他就給我鑽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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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龍虎班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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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已經彎了快三個小時的腰 身體是極度的不舒服 很不想繼續釣 這是我釣的最煎熬的一次 當然沒有每一次的嘛 前面幾百港都覺得拍的蠻開心其實很多 前六級嘛 0到5 哇我覺得這邊最難釣 那我覺得這邊難釣是在於釣法的限制啦 那這邊是真的有大魚存在的 因為我有聽說過這邊好多大魚 哇對於肩大的黑肌落陸來說 這個場子我是釣的全身腰酸被通 那我們片尾其實會撿垃圾嘛 我覺得這邊拋掉了 其實我完全看不到垃圾 你連個分頭 分頭 都沒有 然後而且會有人一直騎腳車 清清楚楚在巡視在撿東西 其他真的沒看到什麼垃圾 就是他現在越用越粗 一直被拉斷 所以他在這邊釣了好幾隻三四十斤的石斑 對對對 就是成底嘛 他平均 有一次三十幾啊 平均一個月都會拉一隻快二十斤的石斑起來 好好好 但那只有成底有辦法啊 他丟出去他在那邊等嘛 反正如果大家要來釣大隻的這邊成底是 成底 好謝謝喔 對剛剛忘記提到啊 基釣啊 按拋 那成底感覺也是蠻屌 其實成底是全台灣同用的一個釣法啦 那 就是等待嘛 有就是大超大的那種 那我真的很討厭等待 但是如果大家要拚大魚的話 不妨來這邊也可以成底一下 大石斑 對啊然後我在吃個十四點五 然後你吃 沒有辦法 那會釣了 好 這個 出戰不對的 最後吃個飯 然後大家期待一下 EP6我的臉會被他畫成什麼樣子 JAY 下集見 你知道我佛曉老師怎麼跟我講嗎 我寫字這樣在鬼畫子 你剛剛明天畫臉會畫成什麼樣子 我畫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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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臉 畫臉 但畫臉 這黃色的沒有感覺 黃色的比較沒感齁 ㄟ 在影片的最後我們抽一下上一集 我們承諾的 啊如果你回答出這個魚種 我們做個抽獎 好不好小抽獎而已 那總共有29位參加 不管你回答天竹雕還是大木仔 我都會給你過 我們一到二十九抽兩位 11號跟13號 那恭喜你們中獎 那記得關於粉專私訊 私訊你的收件地址 OK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哇 突然覺得時間過得好快 怎麼感覺一回頭我們已經拍了五六集 那其實我們最近團隊在規劃的時候都發現 我們好像陸續的已經要快要把一些 比較好拍的東西拍完了 剩下政府開放的一些地方 哇要不然就是沒水 要不然就是對地形很差的一些地方 因為我們說白港嘛 但是其實基隆雨就佔了 四季二十個都是礁 哇我只希望政府開放的速度可以快一點好不好 不要讓我們白港追上了 好啦那記得兩邊影片都要看 你的劇情才能最完美的補足 大家期待一下下一集的懲罰 也請期待我們下一集 拿更精彩一點的搖礦 OK 下一集見囉 Peace